非常欢迎各位体育界的朋友 今天呢不需要各位展示更高更快 什么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今天只需要更炸更斗够幽默就可以了 第一位要上场的呢就是呼喊 呼喊之前在我们节目里反复多次的得瑟 自己跟丁宁打过乒乓球 拿过第四名 你这不明白第四名说这么多遍 但是这种输了一场比赛还能吹二十多年的情况 也确实经常发生在我们中国乒乓球界 掌声有请呼喊 呼喊们好 好 好热情我真好 开心 今天你们来着了对吧 今天是体育专场 但凡你们对我们公司有点了解 就知道体育专场往往是会非常精彩的 记得吧 去年土耀大会我们就做了一个体育专场 对吧 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让这个男男男族互相吐槽一下 你们一下对吧 结果有人说我们说 你们这是借刀杀人 今天我们学聪明了 我们请女族 我们不借刀杀人了 我们指桑骂槐 其实不是指桑骂槐的吧 就是当槐不大型的时候啊 不管你说点啥 槐都觉得是在骂他 国人对男男男的情感很复杂 就是又爱又恨 那真的是我们家有两棵树 一棵是槐树 另一棵也是槐树 还行对吧 家里也有桑树是吧 女族 刚刚看到了女族 2022过了一半了 女族夺冠依然是我今年听到最好的消息 想起那场球 真的还是很开心 因为去年奥运会女族 踢得不是很好啊 骂声一片 但是人家就通过训练证明自己 那男族呢 就是要让人困惑 你们看来吧 就前段时间 跟一群老前辈骂起来了 让他们来我们这 来我们这不来 非要在外面骂 外面各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难听 大家就觉得是 本来大家今年心情已经很不好了 怎么骂个国族还学会还嘴了呢 关键是吧 就是他们有点 骂不过人家吧 他们的反击的话术啊 都是什么 你真的关心中国足球吗 你爱中国足球吗 其实挺无力的 我就在这儿可以教他们一个方式 对吧 下次再有人说什么 菜 你们踢着菜 你就说 我是菜 但是你也不见得能抢得到 直接就哭了 其实我看男族 就是困惑大于愤怒 真的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黄千祥老是在 真的是就不知道 我们一直在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总是找不到问题 去年说离铁了有问题 然后把离铁换了之后 发现冤枉了离铁 来不及了对吧 当你那时候你问贝利说 哪一个是你最精彩的进球 贝利说下一个 你问男族说 哪一个是男族最好的教练 上一个 今天这个冬奥会冠军 高婷宇也来了对吧 今年冬奥会我真没少看 就作为东北人 看冬奥就俩字亲切 全都是我小的时候玩的项目 就是进了奥运会之后 名字全变了 速度滑冰 我们小的时候叫粗溜滑 还有那个雪球 我一看我那不是爬力吗 也就是我最擅长的项目 没进冬奥 要不然我也是奥运冠军 我那个舔铁栏杆舔的可好了 一般人弄不下来 真的 这个项目名称都想好了 就叫花样舔铁 对吧 练之前喝一整箱 书画无乳汤牛奶 对吧 雪中喝 冰上喝 花样喝 边练边喝 别说乳汤不耐受 我铁栏杆不耐受 都好吸收 书画呢 确实好吸收 还是真的 就是刚才也在说 对吧 我还是会用论多的 会打乒乓球 真的 刚才李戴也说 我就会打乒乓球的事 我到处说 到处说 我就我提 我会打乒乓球这件事 比我小的时候 练乒乓球都刻苦 真的 之前还在一个节目里面说 什么小的时候 打乒乓球 定情第一我第四 我说这个放眼国际呢 我这个水平 应该跟扶冤爱差不多 是真事 我还在节目里面说 我说咱就是大庆扶冤爱 吹了几年之后 结果今天人家正主来了 我觉得现在扶冤爱 远程看着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这个不懂球的胖子 究竟是谁 但其实我真的挺喜欢扶冤爱的 就是 我觉得没有哪个外国运动员 让我看出了一种心疼的感觉 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张艺宁 要不然你就让扶冤爱赢一场呗 咱中国也不缺这一块金牌 但扶冤爱缺 有人说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呢 这也不是帮着外人 我虽然跟张艺宁都是中国人 但我跟扶冤爱都是东北人 而且其实扶冤爱 从小就在东北训练 这个叫养狼计划 你们也听过 叫养狼计划 其实本质就是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打平衡球 太孤单 培养一些外国人 但是无论是人家过来学 还是我们过去教 养完之后都打不过我们 我就很纳闷 我说是不是有啥 技术没教人家呀 我看那些外国人 也挺不容易的 你赢不了 中国乒乓球都是指定用狼 其实我这个人 其实挺热爱运动的 我看篮球 足球 斯诺克 F1 刘更宏 我看刘更宏 还挺不一样的 我躺着看 可开心 就躺着看 而且他那些动作 躺着做一点都不难 就躺着 翘过二郎腿 我说这不难啊 这挺容易的嘛 有人说 哎呀 就你这种不爱运动的人 不健康 哎呀 你就不好 但你想想看 只要我们这些人爱看 那屏幕的那边 是不是多一个热爱运动 身体健康的人 哇 有道理对吧 这是大爱 对吧 有道理对吧 对吧 当然了 我还是希望大家 不光爱开运动 也爱运动 好吧 谢谢大家 我回来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 这场 想开心了 想开心了 下班了 下班了 谢谢 谢谢 忽兰 忽兰刚刚那个 就是为了自嘲一下 他还是很认真的 跟着刘肯宏跳操的 在上海这个隔离期间 他每天呢 最大的快乐 本来就是 下去做核酸 可以放放风吧 跳了一天 刘肯宏以后 跟人家志愿者说 我如果跟你说 我是跳操 跳得下不了楼 你能相信吗 刚刚忽兰说自己 是什么 大庆非爱 那个非爱还在吗 非爱 在呢 在 你觉得他咋样了 刚刚这一段 说的太好了 我居意喜欢 忽兰的表演 真的一听 就是个东北人 只有非爱 才知道 谁是真正的东北人 能听得出来 你觉得 你这个乒乓球 有没有机会 能跟他再 指点他一下呀 我们不想再听 他跟丁宁 打乒乓球的故事了 好好 我也愿意 我也跟弗兰一起打 下次有机会的 好的 再宣传一起打 打死他 好的 谢谢 回爱 把剑 一定要打死他 接下来要上场的 就是我们的 黄建祥老师 黄老师非常热爱足球 解说冬奥期间 听说这个女足姑娘 进了亚洲杯的决赛 就说主动请赢 说要去解说女足决赛 说这冬奥会 不解说了 尤其那边还没有王蒙 对不对 掌声欢迎黄建祥 今天在现场 近距离仔细观察了一下 以李诞为首的众多脱口秀演员 我终于明白 他们为什么 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 如此热爱和执着 因为以他们的颜值 如果不是干这个 哪有这么多年轻漂亮姑娘 追着他们看呢 大家好 我是体育解说黄建祥 很开心 来到今天的体育专场 听说咱们的节目 名字叫 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作为一个足球解说 我还有点不适应 怎么办 后边不是应该接的 中国足球吗 咱先聊点开心的 明天初我跟王蒙 一起解说了冬奥会 短道速滑比赛 你们说了很多次 我跟他搭档解说 八个字形容 男女搭配 男的不累 因为他确实很专业 而且气场很强大 而且很容易激动 他激动地说 我的眼睛就是吃 我告诉你们肯定赢了 不用看回方了 我在旁边看着他 激情咆哮 满眼都是 自己二十年前的样子 原来我当年给那些搭档 这么大的压力 利用李旦这个舞台 我要向当年 所有跟我一起搭档 解说过的 同行们说一声 对不起 我已经受到 应有的惩罚了 再后面呢 最让我激动地 一次解说 就是咱们女族 亚洲杯战胜韩国 夺冠的那场比赛 当时我激动地哭了 其实呢 在决赛之前 我在微博上就说了 咱们打日本的半决赛 只要能踢赢 决赛很大概率 能拿冠军 果然被我说中了吧 所以呢 网友都说 我是预言家 然后又说 那您能不能 给咱们中国男族 也预言一下 我预言又止 这么多年 大家对男族的情绪这么大 我非常可以理解 但是很多人呢 只是情绪的宣泄 没有说到点子上 我来替男族说两句 中国男族真正的问题 是基础建设太差 足球场太少 真正参与的人 尤其是青少年 非常少 别看越南人口 只有九千七百万 可是常年踢球的孩子 有十几二十万 中国人口有十四亿 常年踢球的孩子 有多少呢 就是这点孩子 恐怕将来都没有地方 踢足球了 因为足球场 现在都被玩飞盘的 给占领了 但好消息是 中国的飞盘 赢在了起跑线上 越南 你们的飞盘完了 在这么多不利的情况下 女族能够拿到 亚洲杯的冠军 更显得难能可贵 所以我在微博上提倡 给女族加薪 按照男族的标准 双倍给女族发奖金 大家也非常支持 我觉得用金国 不让须眉来形容女族 非常贴切 不像我们的男族 这须眉 除了不让金国 其他国都让 虽然骂男族啊 但是有的时候 我心里也会心疼他们 现在男族 普遍被俱乐部欠薪 八个月到一年 所以现在他们踢得差呢 我们也能理解 现在人与人之间 最重要的 最可贵的 不就是互相理解吗 我们能理解你们踢得差 所以呢 希望你们也能理解 大家骂得很 这么多年啊 男族天天被口诛笔伐 成了全国人民的出气筒 互联网世界 最软的柿子 其实换一种角度呢 我们应该感谢中国男族 要是没有他们 你们也听不到 这么多好笑的段子 所以希望大家呢 也别光骂男族了 也夸一夸女族 如果骂男族有用的话 要女族干什么 爱之深则之切 虽然吐槽了这么多男族 但其实呢 我是最想让他们踢好的那个 希望大家也能理性地 看待他们的输赢 尊重足球的发展规律 我们国家的足球想更好 必须要有更多的足球场 和更多的青少年的参与 所以现在假如你的女儿 想去踢足球 让她去踢 如果你儿子想去踢足球 咬咬牙也让她去 最后呢 我还想说 我干解说已经二十多年了 除了足球之外 说过田径游泳 跳水 冰湖 滑冰等等等等 解说的项目越来越多 但是呢 我越来越觉得 我最喜欢的 还是说足球 毕竟呢 解说足球的时候 我的眼睛也是尺 谢谢大家 我是黄建强